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,不管是看门道还是看热闹,相信各位都已经切换到熬夜看球模式了,在十一区足球应该算是仅次于棒球的第二大运动,无论职业联赛还是国家队,实力都非常强悍, 足球相关的动漫作品也有很多,最有名的足球小将,还成了三次元中许多球星的启蒙之足,不过除了震惊击球的,还有一位拿足球当武器的同学,凭着世界冠军级的球技以及黑科技加持,多么穷凶极乐的犯罪分子,也会动弹一击必杀,没错,他就是那位死神小学生柯南,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柯南背后的球迷漫画家,青山刚昌的故事。 作为四兄弟中的老二,青山刚昌成长在乡下的一个普通家庭,不过这四兄弟可一点都不普通,老大是科学家,老三经营着家里的修车厂,老四是医生,排行老二的青山刚昌,则是著名漫画家,青山本人曾经吐槽自己企业, 其实是四兄弟里面学习成绩最差的,不喜欢上国渔客,却对侦探推理小说情有独钟,兄弟几个经常组成少年侦探队到处去探险,从小就受到如此熏陶,最后成了推理漫画作者,也就不奇怪了吧,青山也和很多人一样,面对父亲的严格管教,看漫画什么的只能偷着来了, 直到现在,他还是加藤一眼科赌方三世的粉丝,那时许多优秀的作品,对他有着不小的影响,于是大学青山果断选择了艺术专业,还加入了学校的漫画研究部,迈出了成为漫画家的第一部,其实在柯南之前,青山刚昌已经是小有名戏,结合着自己曾经在剑道部的经历,1989年,剑道与魔法主题的城市风云儿,在他的笔下诞生了, 曾经改编成年方动画,尤其,如此高规格的待遇,也足以看出当时的人气,话说台配版还相当有针对性的翻译成了九龙主,不过当时很多作品都有这种打怪升级收集道具的记事感,被强行蹭热度也就不奇怪了,此外还有不定期连载的魔术快逗同样人气十足,总之,热门的故事题材加上不俗的画工,还是让越来越多的读者, 知道了青山的名字,关于名人探柯南,其实青山最初接到编辑部的邀约时,一开始完全不像话,最后因为自己本身就喜欢侦探小说,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开始了连载, 他还信誓旦旦的认为,这个系列一定火不了,漫画最长三卷,转的画一卷也就结束了, 当然,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,有人问青山做漫画家,这么多年有没有遭遇过挫折,他的回答很干脆,没有,确实,二十多年之后,还是有死忠本无数,连载两年就出动画,喜欢乐队贝B和BARD, 制作组便找到他们来唱出汽曲,剧场版更是连续打破票房记录,还取到了自己主角的深邮高山男, 虽然后来离婚了,青山简直就是标准的人生赢家,这其中运气实力与多年来的坚持,想必一个都少不了, 作为球迷的青山则是意大利前锋巴乔的粉丝,漫画中经常见到的条文山球衣,以及东京Spirit队徽,都是在向巴乔巅峰时期,效力的游文图丝对质技,不仅作为重要元素, 2011年的剧场版第11名前锋,更是直接以足球为主题,其中还有几位日本国角的友情客串,可以说是相当有拍面, 当然,他们显然都不是柯南的对手,从1994年连载至今,柯南何时能完结, 简直已经成了和宇宙的尽头在哪里一样的终极问题,不过如今能不能完结, 已经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,牵扯的东西太多,也是几乎所有长篇连载作品的通病, 沉迷渐量游戏的青山则加入了摩语大军,每到游戏活动就情更取材, 不过他还是要比隔壁打麻将的那位敬业多,回归还是相当迅速,据说结局早就已经画好, 关于酒厂的内幕,各路大神的分析,相信大家也看过很多, 最后的答案,就要等青山亲自来为我们揭晓了,文章转字图都动漫, Sony Sony